众所周知 Kusama是Pokuto的先行玩意叫金字圈网络 那实际上Kusama网络和Pokuto网络除了底层代码相似都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今天就来细数Kusama网络和Pokuto网络的不同之处 上线时间 网络的任何更新抵代都会在Kusama网络上先行测试之后 才会在Pokuto上正式发行 Kusama的代码无需省计 但Pokuto的代码则会听过严格的省计 第二 结榜周期 结榜周期是指参与Pokuto网络提名Stating后 取消提名时不会立即解除资金的绑定 会有一个结榜周期 也就是说在结榜期之后才能转移之前绑定的资金 Kusama网络的结榜周期是7天 Pokuto网络的结榜周期是28天 ERO ERO在波卡体系内相当于一个固定的时间周期 可以理解为波卡网络的时间单位 每个ERO结束会结算一次Stating的奖励 就像打工人每月都会收到一份工资一样 一般会在Stating后的下一个ERO生效 Kusama网络一个ERO大概是6个小时 Pokuto网络一个ERO大概是24个小时 理事会成员数量 Pokuto理事会成员是13人 而Kusama理事会成员是19人 发行总量 DOT最初的发行量是1000万枚 拆分100倍后变成了现在的11枚 每年会以总量的10%增发 KSM是由最初发行的DOT映射出来的 也就是最初的1000万枚DOT可以映射1000万枚KSM 但实际上真正成功映射的数量是小了1000万的 同样KSM每年也会有相应的增发 验证人数量 Kusama网络和波卡网络 初期规划的网络中总验证人的数量都是1000人 但由于网络的进步不同 现在的情况是Kusama的网络验证人 远高于Pokuto的网络验证人 理想出快时间 理想出快时间 Kusama网络和波卡网络都是6秒 钱包里的最低余额 Kusama账户中的最低余额是 0.000033333个Kusama Pokuto账户最低余额是一个DOT 这个最低余额是指保持账户活跃的最低数值 也就是说你的账户里的余额 地域这个账户将会被销毁 插槽拍卖 波卡的插槽拍卖 其实是波卡插槽使用权的拍卖 项目方净拍的是插槽的使用时间 波卡网络每一次净拍 是确定某一个插槽两年的使用权 而Kusama的每个插槽的使用周期是48周 Pokuto和Kusama虽然在底层代码上是相似的 但是Kusama作为先行方 需要承担更多探索性实验性的工作 来为波卡提前踩坑 让波卡顺利借过Kusama手中的接力棒 分享我们期待的Rap 3.0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还能发现哪些不同之处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这期视频对有帮助 那就点个赞支持我们一下吧 那我们下期见